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來啦!火毒隊的分析與講解 那沒有在昨天推出影片 是因為都還在測試相關的陣容搭配 那實際測下來並沒有這麼理想 那經過一整天不斷的測試 終於有找到一套我玩起來感覺是比較舒適的陣容 那這部影片我們就來帶大家分析一下 火毒隊目前的現況以及究竟強不強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好的來看到畫面上的這套陣容 是微笑我認為玩起來比較舒適 也比較好玩 相較之下上限也比較高的一套火毒陣容 那主C當然是靠我們的假許 大小虎最近剛出的 有他們才可以帶動台服目前火毒隊 這三隻是必須一定要擺上場的 那至於二號位的姜維 也可以改成呂布 搭配呂布的話就是火毒呂 那搭配姜維就是火毒姜 至於最後的五號位跟六號位 就是屬於比較搖擺的位置 那微笑我選擇了 放上兩隻回怒速度最快的角色 可以讓假許發更多次的怒攻 整體玩起來這個上限會比較高 畢竟回怒的速度快 假許施放怒攻的速度就多 這招陣容的關鍵就在於 假許施放怒攻的次數 這點是相當重要的 那麼假許可以釋放多次怒攻的關鍵就在於 其中的被動 流毒無窮 只要每減少一個中毒狀態 假許可以回復200點的怒氣 那升到五火之後 變為回復300點 可以搭配我們的大虎 也是五星的被動 只要敵方每次被掛上燃燒的效果時 可以立即引爆中毒 那掛燃燒的手段 這招陣容就是在於落點突襲 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落點 最少最少一定要兩套 一套給薑薇一套給假許 讓他在本身普攻或是怒攻的之後 可以馬上接燃燒 然後接完燃燒 又可以引爆中毒 直接回滿怒 這是相當關鍵的 給薑薇也是 因為薑薇他本身就是多動陣嘛 只要隊友施放怒攻 就可以行動一次 有點像是半擁動機的效果 假許使用怒攻 將為行動 行動後出發落點 那落點又引爆了中毒 再讓假許回怒 不過這只是理論上 畢竟我們的落點突襲 不是100%都會觸發的 再來是第二種回怒的方式 大虎一火 只要同排男性施加了中毒 就可以回復300點的怒氣 不過呢 每回合最多只能觸發3次 最多最多就是900點 所以說最主要的怒氣來源 還是要靠落點突襲 來引爆中毒 也是由於怒攻非常重要的關係 助戰位 起碼一定要擺上4星以上的白虎 如果沒有4星以上白虎的玩家 就非常不建議你們玩火毒陣 那白虎的觸發效果 就只要有暴擊嘛 那配合大虎的羈絆 假許根本上 只要是怒攻就可以暴擊 非常容易就可以點滿白虎5層的效果 同時也可以看到微笑我 連大虎都帶上了弱點 我個人認為兩套有點不太穩定 帶上3套會更舒適些 那如果沒有這麼多弱點 大虎也可以帶破斧增加坦度 如果坦不住的話 那如果想要追求傷害 帶上長驅也都是可以的 大虎的佔靈戰魂比較多變 那我一下我這邊使用5曲 是因為我沒有這麼多的這個遙光 就沒有選擇遙光了 只是暫時使用而已 也不打轉做替換 那其他隻武將就看怒焰 或者是說連席的戰魂 都是OK的沒有一定 緊接著我們來說一下 關於搖擺位的選擇 首先是姜維以及呂布 放上姜維的話 整體的傷害會比較高 畢竟在這個隊伍當中 姜維的傷害 絕對是比呂布來的更多的 再加上姜維出手的次數也比較多 更容易可以觸發弱點突襲 那相較之下 放上呂布的好處 最大的作用就是防公孫戰的踢 但我們一定要對位到公孫戰 如果沒有對位到公孫戰 呂布基本上的作用也不太大 最後的作用就只剩下她上火之後 可以降敵方治療的效果 但我個人認為放上姜維 還是比較好打女團的 至於5、6號的搖擺位 如果戰區切後非常多的話 可以選擇帶一手魯素 有魯素我們打切後會比較好打一點 那還有像是想要使用蔡文姬也都OK 有時候敵方的單箱 在第二回合爆發太高 會直接收走我們幾隻角色 我們擺文姬可以讓他們復活 但是我發現 文姬很常都是先被單箱射中的目標 所以我個人幾乎都沒有在擺文姬了 要擺奶媽的話 我還是會盡量首選魯素 但我們這區的切後隊 目前沒有這麼多 我追求一個極致 有諸葛國來保護怒氣以及控怒 那曹P就是加快整體的怒氣節奏 另外放上魯素還有第二個好處 那就是防雷雲 有時候女團的雷雲造成的傷害也是相當之高 在我們抗鼠沒有特別高的情況下 3號位的大虎很容易就被雷雲給收走 那被收走之後 就沒辦法跟賈曲達到聯動 那擺上魯素之後 就可以減少大虎太早被收走的情況所發生 關於戰魂的部分就是極限抗 畢竟我們不是靠直傷 是要靠假許的中毒以及猛毒 來造成比較高額的傷害 接著我們看到群雄逐鹿 我在這幅排行了第29名 那大部分都可以維持在60名以上 跟我玩女團並不會有太多的差別 戰爆的部分幾乎也都是越戰 畢竟已經來到了第30名 能對到的玩家佔力幾乎都是40億左右的 甚至還有一些50億的 那這把是越戰最多的 接近55億的玩家 那是非常震動的衝鋒漿 那重點的關鍵就是在於 我們運氣好 剛好暈眩到敵方的將尾 導致我們勝利 那第二把的話 越戰比較多 將近50億的女團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那最大的關鍵就是在於 我方的怒氣寶物 可能比對方高一個或是兩個 所以玩家的怒氣寶物 好像沒有抽那麼多 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前排並不會達到開場就滿怒 頂多就是差不多900多點的怒氣 要普攻一下 或者是靠我們的小虎 他這個三火的被動 附身到賈許身上 轉移怒氣 才可以讓他滿怒 那因為我們的寶物比較多 我們幾乎搶了敵方非常多的先手 然後圓姬連玉岩都還沒掛上去 就已經快要死翹翹了 那可以看到對方的血量都很不健康 這時候圓姬在掛玉岩 已經沒有太大的幫助了 而且小虎是沒有成功掛到玉岩 連假雪也都沒有掛到 畢竟我們這套陣容的 異抗還是挺高的 那我們就是達到了一個多段的連動 從剛才到現在幾乎已經快要施放了 七次吧 應該是七次 我沒有仔細算 那施放非常多的怒攻 這個我們的姬尾就會進行連動的追擊 一回合之內幾乎打出了快要10次的怒攻 那因為敵方的單槍是免疫的 打不出傷害 等到第二回合 對方的單槍傷害也沒到特別高 沒辦法造成我們減圓 這把就順利的成功拿向勝利 可以看到戰報的部分 三位輸出都有打出一定的傷害 那因為對方幾乎是罰戰的馬 沒辦法使出攻擊 所以回血的數量也不多 那女團沒有回血 導致這個第二回合還沒到就被減圓了 理所當然我們就可以拿下勝利 那當然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於我們的賈許有成功達成連動 好那由於影片時長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只看一場戰報 最後來做一下簡單的總結 台服的火毒隊究竟能不能玩 是可以玩的 只是沒有像日服那樣子這麼誇張 完全可以把女團壓在地板上摩擦 在雙方實力差不多 所有的配置以及硬件都是幾乎的情況下 可以達到55開 甚至說64開 讓我們的硬件再高一點 可能可以來到73甚至是82 主要還是雙方的硬件 而且非常吃陽獸 要靠我們的弱點有沒有順利掛上去 讓賈許達成連動 只要我們弱點沒有成功掛 如果一場戰鬥運氣非常差 完全沒有觸發到弱點 那這把幾乎也都是必輸 而且要玩的前提 也是要微笑我剛才所提到的 所以我配劍刀準備好 白虎4星以上 那弱點最少要準備兩套 賈許的專武 跟孫乳翼跟孫乳班 這兩隻的火術也一定要夠 否則打出來的情況下 差距會非常多的 有沒有兩套弱點 也是根本上完全不同的一套陣容 強度差了非常多 那麼本次的火毒隊伍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